我的身后真是人山人海,武汽水马龙 又是我神龙阿Eason,我们来到龙华区 4号线的龙华站在我手后面 这里非常热闹,别说龙华没有人 非常热闹,这边就是饮食,餐饮那些 宵夜一条街,食物一条街 没错,在这个龙华站走600米至700米左右 就有一个楼盘,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楼盘 是一个华侨城打造的楼盘,好吗? 我们走过去大概是8-10分钟左右 好吗?我们走过去再说 好了,很多朋友应该很熟悉华侨城 但是我怕有些人不知道,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华侨城,央企,大家知道很多威衰事 中国首批文化产业事化园区 中国房企品牌企业价值八强,TOP18 全球主题公园集团三强 第一,第二,大家知道了,迪士尼和环球影城 亚洲主题公园集团第一名,比长龙更加厉害 另外也是连续多年拿到国务院国资委年度业绩的A级评价 中国旅游20强,全国文化企业30强 这些大家都知道了 另外可以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深圳有很多重点的大型 娱乐设施都是华侨城的,比如最早期一定是这个 华侨城创意文化园,欢乐谷,世界春春 还有感受中华民族村 当然后期就会有东部华侨城,我们的欢乐海岸 就是在南山那边,大前海的欢乐港湾 还有其实我们的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全球最大的一个会展,都是我们的华侨城打造的 其实它的业务涵盖四大板块,第一是文化产业 第二是香港最出色的应该都可以说是旅游产业 应该来过深圳玩的话都很熟悉的 另外也是房地产,还有电子科技产业 深圳早期的豪宅区,就是这个深圳波托飞落 还有新天鹅堡,还有这个是社会里面的深圳新宅 都是一些顶级的豪宅表达 大家知道华侨城是专门打了一些豪宅 很漂亮的,还有主题乐园 其实这个项目就是华侨城、盛海、华庭、龙姓、云坊 其实它是位于两个地铁站中间的 当然龙华会更近一点,只有800米的距离 走过去是8到10分钟 另外一个站其实龙姓也很近的,大概是1200米左右 如果你说想回到香港的话 其实龙华、龙姓都可以的 如果你在龙华四个站回深圳坷,龙姓就三个站回深圳坷 那深圳坷就很方便,大家知道了 是 搭煲铁,18分钟就回到香港的西九龙了 而且配套很多的 我们全个深圳最大的购物楼 就是一方天地 60万平米 就是阿余陈说的六个elements 也有香港人喜欢的Sams Cup 三号会员店 或者是Costal等等 其实都是在这里附近的 龙华的位置就在福田的上面 所以人们经常说 龙华是整个深圳宇宙中心 为什么呢? 因为它就在福田市中心的上面 就是这个龙华 地铁方面很多 四号线、六号线都有的 但是现时这个楼盘周边的环境 老实说 并非特别理想 因为现在看到很多工厂 旧改等等 如果想即买即享受的朋友 可能需要等些时间 但是你说不想等的话 其实可以看回我们之前介绍的楼盘 就是这个熊榮园 就是一方天地对面的商园 因为这两个楼盘的单价差不多 两个牌子差不多 就是熊榮园和华翘城 两个牌子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牌子 而且大家都是同样的区域 只不过说 上云那边会比较成熟 基本上已经发展好了 在华翘城的四个华庭 可能还要等一点时间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需要 去考虑一下 看回这个沙盘 它主要是分了两个地块 A地块 有商场 也有厨宅 也有公寓 老实说 它做商场 未必够我们华润 星河 卓越 或者是熊榮园 这几个搞得这么出色的 但起码对它也有商业运营的经验 现在在售中应该是这几栋 是吧 是一栋的 一二三四单 也是超高层建筑 51和52层 51至52层 分别就是三梯五户 或者是四梯六户 在售的单位面积段 86方 96方 和120方 530万 580万 这个均价是不便宜的 五万多元一个均价 总价是四百多万 到五百多万不等 另外还有一些公寓在售中 是吧 是了 会便宜一点 五栋二单元 那面积就是说的是最小就是24平方 34平方 还有55平方 就是开放式 一房两房 是了 平均尺价就是三万六到四百元 是了 一平方米 那么最便宜的总价就是二十四方 总价就是八十八万起步 带买装修的 总价是OK的 八十多万可以买到一个 这个这么漂亮的地段 大型商场楼上的工业产品 单价来说是不太便宜 都挨三万未到差不多四万元 是 如果你说给这口价的话 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好 那我们看看这个八十七平米 三房两厅一次的单位 好 那大家说整个用料 大家大概都知道了 是 那都入户门 电子门锁等等 那这边有些鞋柜的 那这边是厨房 半开房式的厨房 在桌上装了 那这边做了一张巴掘 或者Iron的设计 那里面有一个U型的布局 是吧 没错 这里可以放一个双门冰柜 是 都是一个大升盘 是 抽拉式的水龙头 冰柜 这些都有 用方态 酒瓶柜都有 是 那因为它做开放式的设计 整个空间感会大很多 没错 那这个巴探 或者是Iron的 就连回这张四人桌 通常都是工厂 没错 因为这些是示范单 对了 所以这里做一个四人餐桌 其实也很阔落下 那走回到这个客厅了 正常一个开间 正常开间 大概3米3 3米4左右 这个开间合格 同样也是一个三折的 双层银玻璃 是双层的 是三折的 那露台也很深的 差不多到米5 有米5 那这边会做一些家政柜 这个不是家政柜 你可以按照这个参考 对了 因为始终你如果是居家 一定有洗衣机 或者是洗衣盘 或者是收纳柜等等 可以做这个参考 下面放这个洗衣机 那我们看看几间房间 逐间看看 好 首先看看这间照片油房 好 其实每一间房间 同样都有窗台 所以这个会利用那个窗台 这个窗台是深的 80cm 所以你看到它 放了一张米2的榻榻米 其实这里活动空间很大 锯台 能够买这个衣柜 是一个简单的衣架 那我们看看另一间房 另一间房 这间应该是一个主人房 主人房 因为主人房是布局 刚才说过 它的窗台是够深的 全震送的一个面积 那这边也买了一张米5 做了米5 所以那里还可以做一个 一排的衣柜 是的 还可以三边下床 那如果你不需要三边下床 那就把它放上去 在这个位置做一个梳妆 梳妆台 或者是写事台 有办公桌 看完最后的房间 好吗 那这里其实还有一间房间 是的 同样的了 窗台也是80cm深的 你用窗台放一个米2床 是的 所以令到这里的活动空间很大 那这里可以做很多 display层架 或者书桌 那你书桌也不需要太多张了 看完这个了 因为这个是三房两厅一次的 所以这个11间 只能做一个分段式的光室分量设计 没错 那看到外面会做一个洗手盘 当然很多都不是交流标准 给大家参考那个布局而已 外面可以做一个洗手盘 那中间这里会放一个马桶 那里面呢 一个林独间 但这个林独间 比其他不同地方 这个窗台超大 但是这个是不可以改动的 差不多去到90cm那么深的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 找老人家的话 可以放个盘在那里洗澡 一只只会坐在那里洗 好 这个是87平米 三房两厅一次的单位 比我们早期看一个 就是红明圆的上运来说 82平米做到三房两厅两次 那很明显大家看到分别了 就是这个面积大一点 但是反而是少一个厕所 但是总价是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它这边 这边的入场费是480万至525万 是的 那个军价都是大家差不多 这一边也是一样 1.5成的首期 其余的首期 首期大概是60-70万左右 差不多 没错 我们觉得红明圆那边 实际率会高一点 小面积之外 做多了一个厕所 是的 这边就没那么实用 终于参观这个项目 下来这个门口 大家看得出 这边是很多龙民楼 和一些旧改的项目 是进行中的 如果你说想要一个很漂亮的环境 sorry 暂时是未必满足到大家 需要一些时间 需要一些时间 当然是一个非常有经验 一个豪宅和旅游项目的打造商 所以始终有一帮捧场客 那些大迹 其实包括 96 87 11 11 其实很多都已经卖了 剩下的单位也不多 你也可以去比较一下 和我们早一点时间看 红明圆的上昏 那个项目 是很大的一个感觉 因为那个一落楼 对面就是全深圳最大的窗帅 是一方天地 没错 整个感觉好像住在一个市区里面 虽然大家都在这个龙画站的附近 但是两个感觉就差点动地 老实说 看你自己喜欢什么 你喜欢一些很热闹的话 不用想的了 一定是上昏的了 那如果喜欢华侨城这个品牌的话 静一点 有山景 有山景的话 就可以选择这个 那我们也是实事求是 说话也是实事求是 比较中恨一点 就是给大家多一个选择 希望大家可以多一点留言给我们 如果你想我Nelson和Eason 去哪里拍片给大家看的话 可以留言的 多一点互动的 可以比较深 给大家分享 另外如果未递华依存款的话 可以递回华依存款 是吧 如果想看房间的话 喂Eason 可以找我了 都是各个口网接送 帮你争取最优惠的 最低的一个价钱 最多的优惠 好吗 今天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到天一了 我们吃饭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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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